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輝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自己上网查 现在已经基本上 这样比较快了 现在官方是大雅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合伙人 但是一个人经历很多 同时也是好声音的主持人 制作人 还有各方面 今天好歌其实我们没有看到画面 难得穿这么帅 好帅 这是全套的西装这样子 这叫戏服 这叫戏服吗 女生通常会讲战服 我比较不太会做战 我只比较会演戏而已 我就偷问说要做什么 说等一下要不要去帮人家 分享关投资相关的 分享客气的 就是去指导 其实也是非常高阶的 很会赚钱的人去教 很会赚钱的人 很多人长大之后都认为说 小时候没有学到财商跟情商 我们知道好歌常常告诉大家财商 对财商 但是从我的耳朵听起来 你讲的财商都包括情商 对 情商很重要 对我来讲 因为我们是研究情商这件事 对对对 不是爱情到胜 大家看到 是商人的商 是 以前说EQ EQ 这个情商 那如果问大家财商具体的做法 很多人都会想说是工作 虽然最近应该大家观念慢慢的改变了 那这次我们要请好哥来跟我们分享的是 也是你的著作 富小孩与穷小孩三 已经到三了 对到三到三 到三了之后 穷小孩有变富小孩了吗 还是富小孩变穷小孩 这个一二三 这个一路过来 你还是一直有新的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这次就是十八堂让孩子掌握金钥匙的致富思维课 在你说之前我主持人再多话一下 我对这个富标很有兴趣 对对对 因为我们没办法给孩子含着金汤匙出声 对没错 所以我们是给他个金钥匙 对 给他的金钥匙 宝哥这个口袋里面 我没有金钥匙 我金钥匙都在另一半手上 哎呀 这个好 那这本书写些什么呢 十八堂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 这个brief吉他 好就像刚才这个邓医师说的 哎呀 我们这个不一定成为父爸爸 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给小朋友 这个有一个非常赚钱的脑袋 或者是致富脑袋 我觉得其实很正常的 因为其实我们是当爸爸妈妈之后 才开始当爸爸妈妈 对不对 有的生了还没开始 对 这个就是说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 现在我们是年纪 有时候小时候会怪说 爸妈为什么没有钱 或爸妈为什么没有教我们这些东西 教那些东西 等到你自己当爸妈之后 你就发现 其实 不要为难父母亲 就跟不要为难自己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是 当了爸妈之后 才开始当爸妈 所以所有的学习 透过四个字跟大家分享 其实都是祖传秘方 都是爷爷奶奶叫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叫小孩 那回过头来的话 那既然小孩跟爸爸妈妈 跟爷爷奶奶都处在不同的世代的话 那所有的财商 某种程度上 因为做财富这件事情 也跟当代的潮流有关 跟当代的工作有关 甚至跟当代的环境有关吗 像现在目前女孩的话 可以像邓医师这样 跟我这样分享 那以前的女孩很辛苦吧 因为我今天不是女孩了 你是女孩 您是女孩 您就是女孩 你说像以前 在我跟我姥姥 那一段时间在聊天 因为姥姥基本上很疼 我从小是姥姥带大的 姥姥是妈妈的妈妈 妈妈的妈妈 妈妈的妈妈 然后我奶奶呢 其实跟我姥姥 他们也是大陆所一块过来的 所以他们其实 他们就姐妹淘 相称感情也很好 那时候在聊的时候 说她小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 已经算是个叛逆的女孩 因为她没有裹小脚 她脚很大 但是某种程度上面 那时候还是要裹小脚的 但她不裹 所以不裹的情况之下 她就有机会 去做很多苦力的工作 她就有机会去接触外面 所以后来她啥事都能干 啥事都能干 等到今天基本上 女生可以出去工作的时候 她就比别人多一步 可以去接触社会 这方面的东西 这个换作 我们以前读过的话 就说无少也兼顾多能鄙视 这个后来就变成你的资产 对就变成资产了 那回过头来的话 我常讲说 就像财商这件事情也一样 你说工作可以立定志向吗 这个职业可以做规划吗 当然可以 在你那个时候 就是你决定要立定志向的时候 你可以立定一个志向 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 像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就说年轻的时候了 我从来没听过podcast 我也从来没听过youtube 我听过的话 可能就像现在目前的话 有广播跟邓一世在聊天 对不对 如果在那个时候 你要立定志向的话 我可能就当一个广播的主持人 但是太遥远了 没有怕像邓一世这么优秀 没有我小时候说立定志向 要当广播主持人 然后我就参加李济准 那个节目举办的广播美声选拔 然后我就录了那个带子 寄去给他 那所以说你看 你就是厉害就优秀 不是就是那时候就那么呆 就是只有广播可以听 没有其他的多元的可能性 对 所以说像财商这件事情 我在这本书里面 回过头来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第一个 不要怪父母 不要怪环境 因为所有的环境 某种程度上面 都是跟着时间在往前走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那我在里面特别提到一个东西 其实先讲这个东西 再说一下这个第一本 第二本跟第三本 大概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一个最终的关键就是 像我这里面特别提到 歧视两个字 歧视 discrimination 因为叫歧视 像我们常讲说种族歧视 然后什么什么歧视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歧视当成一个负面的名词 就是这件事情不好 难道他不负面吗 对 这是有趣的地方 像最近我们下次还在跟 邓医师聊了一本 另外一本好歌的 另外一本新书 叫 叫出新书 您在逻辑思考 好像睡觉都会升心输出 没有 我睡觉的时候基本上 日之呼吸 神之呼吸 鬼灭之人都在思考 我那边就有说 一句很重要的 财商的底层逻辑化 就是 所有的逻辑跟思考 其实都会让我们致富 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知道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理解一个我们不理解的事情 我们从来不理解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它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不知道是知道的开始 有点绕口 对不对 就像我现在讲的 如果当你有一个podcast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选择podcast 但你没有podcast的时候 我们只能去参加理解准的训练 所以这个老哥 你这个绕口令是有点像是说 就心理学上是说 你永远只会知道你知道的事情 对 你没有办法知道 真的跨过去 不是从你知道的事情 延伸的事情 你不知道 那个所谓一条线以外的not knowing 不知道你是永远就不会知道 你讲的实在太好了 不是因为我们每次讲这个的时候 都被建议说 这个从课程中拿掉 因为听众 太复杂对不对 对 所以我接下来讲的话 大家就可以有点感受了 比如说 像我刚刚在开始聊天的时候 还跟这个邓医师讲说 邓医师有空到我们好生意podcast 我们那边有很好的酒可以喝 对不对 好喝的酒 这件事情很重要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碰到我喝红酒的好朋友 他基本上是有红酒征兆的 然后我就问他说 这个酒好不好喝 他就很认真的说一句话 他说这个酒呢 是在我喝过的酒当中最好喝的 这个人 不错 不错 他有sense 就是在对不对 对 对 那在我喝过的酒当中最好喝的 那某种程度上面 打个比方说 今天有八种酒 你只选四种酒 因为另外这四种酒呢 不是红酒 是烈酒 你不想喝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面 比如说另外四瓶是whiskey 这四瓶是红酒 当你只选择喝这四瓶红酒的时候 另外四瓶你没有喝 在经济学上面有一个非常专有的名词 就叫做歧视 好 我从这边逻辑上我都可以follow 但是感性上就出现了一个说红酒 歧视 whiskey 对有趣的感受 好 OK 所以你把歧视的定义已经推到了 我们更能够开阔去想象 因为不是人歧视 另外一种人 不是人歧视 其实后来 其实好 因为我只把这个名词让大家 有时候我们讲下标很有趣 你知道 一听到歧视吗 怎么会歧视的 对 本集就叫做红酒歧视 对 然后后面他们就要打开车 不喝酒 喝酒 不开车 对 对 所以这个discrimination 其实是你用这样子的例子来解释 我们就想到这个字原意 其实是一种区别对待 差别对待 讲得太好了 它就是区别 再讲更中性 因为其实会有点负面的感觉 区别已经偏向中性了 另外一个更中性的 其实在经济学里面讲的就叫选择 选择 对 对不对 那再讲另外一个名词 大家可能就更有感觉 就叫机会成本 比如说我这个时间 基本上跟着邓医师一起在聊天的时候 少赚了多少钱 就像邓医师 他就不能去多赚很多钱 是一样的道理 我这钱跟邓医师比不能比 心事有人知 所以类似这样的话 就是你时间一旦运用在这个地方 你就不能运用在那个地方 没错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就选择 今天你要吃饭的时候 你选择吃牛肉面 除非你是大胃王 你选择了吃牛肉面 一旦吃饱之后 你就没有余裕的胃 再去吃其他的牛排了 但是吃甜点不一样 因为甜点有另外一个胃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 运用在工作上面 运用在习惯上面 如果你非常执着在一件事情上面 不去做其他的尝试的话 尝试就try 对你的人生的选择就变少了 对你的人生选择变少的时候 不是说你只能这样子 是因为你选择只能这样子 你就没有其他的选择 那在职业上面的话 你不是少了很多其他的机会吗 没错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边 大家说 好哥 这个算经济学吗 对 这回过头来 他既是财商 他也是情商 他这个用在情商的情 先不要跳到爱情的情商 不然就很麻烦了 这个不是爱情 这个某种程度上 我们刚才讲说 是你的 我们这样做情感 情绪 好哥 我跟你说 我实在开玩笑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刚才讲的时候 我想说会不会有一些 我们敏感的女性听众 所以难怪我老公 他都不算注意 只跟我聊天 剩下的时间 要去跟别的女生聊天 因为那里有其他的机会成本 这也是情 可是爱情的情 不是我们讲的情商的情 你看好哥多正派 他连想都没有想到 我也会想歪到那里去 可是您这样讲之后 又让我想到另外一本书 我们顺便聊一下好不好 讲这本书就是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 叫史蒂芬科威 他有一本书叫 高校人士的七个习惯 其实他基本上是一个coach 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领导者 教练教练 他事实上还帮全世界 很多的总统都做训练 因为他基本上 其实训练的话 就是怎么控制你的情绪 怎么控制你去判别事情的时候 能够在感性的过程 因为每个人都是感性的 因为看很多人都情绪起来 在感性的过程当中 去理解他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然后有一次 有他有一个大概企业家 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领导者 然后过来找他 第一句话就跟他讲说 医师 他没有遮了 就医师 我不爱我老婆了 好不爱老婆了 医师就跟他讲说 那你就去爱 然后他说医师你没有听懂吗 我说我不爱我老婆了 他说我知道 我说叫你去爱 他说医师你搞不清楚状况吗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我说我已经不爱我老婆了 然后史蒂芬科威说一句话 说我知道 所以我叫你去爱 因为爱是一个动词 是要花时间的 如果你不花时间 你做一个判断的话 爱是不会成立的 所以这一段话其实 你说好哥 这个跟财商有没有关系 我说太大的关系了 什么关系 如果今天有另外一本书 好哥已经忘记名字了 他说你有没有办法去断定一个人 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他的 今天 昨天 去年 上个月 其实你没有办法 你是渐渐渐渐花了时间之后 突然发现离不开他了 所以其实人生最大的财富是时间 对同意 是时间 所以爱这件事情是个动词 是因为你花了你人生最大的一个财富 放在里面 它是时间 所以这边 其实包含我刚刚讲的歧视这件事情也好 或是我讲的这段话也好 我也在推荐另外一本书给大家分享 是李孝来老师的《通往财富自由之路》 他在里面有两个非常 应该算三个重点 但这三个重点其实都跟时间相关 第一句话我常讲说 这句话一听完毕之后 就跟爆发户讲的话一样 他说能够用钱买到都是最便宜的 能够用钱买到都最便宜 有没有觉得很像爆发户 你背后一样 有钱一百也都笑给他 后来等他下面做解释之后 我一看 我就说太有道理了 第一个书能够买到是最便宜的 所以像刚才邓医师讲说 这个书基本上好够写这么多 书基本上写出来没有用 你买了也没有用 你要花一个最重要的资源 时间 去读它 然后你要放到脑袋里面 才会有用 你要记住 然后拿来用 然后拿来用才会有用 所以最贵的是时间 这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比如说今天我买玩具 或买个包包 给我的小孩 给我的老婆 包包玩具再怎么贵 你都可以用钱买到 对不对 但是你拿着这个玩具 你要陪小孩玩的话 那个回忆买不到 那个很贵 那是要陪伴 要时间的 我知道你放弃了多少 算得出来的数字 去得到这个 第三个案例更简单 常常讲说 我今天要买个跑步机 放到家里面 跑步机就算10万20万 再怎么贵 你都钱买得起 可是你要用 你要用的时候 这个就又要花时间 才能换成健康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说能够用钱买到 都是最便宜的 所以他就有第二个结论 他说人生最重要的财富 是注意力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 注意力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 时间前面还有一个注意力 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一下 注意力 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要听好 所以用钱买到的书 或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都算是便宜 便宜的 你要花时间去听 更何况 我们心疏 人家是不用钱 你就可以下载的 你要花时间来听 用到你的人身上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 常常广告的时候 最好听 哪一天如果 被同事广告测入出去 我觉得我们节目 应该会爆红 因为来宾 或什么 只要看到麦关了 就很放松 讲出最棒的东西 其实我们刚刚在聊 你刚刚说是 注意力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 时间我们刚刚 已经充分的了解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拥有一个人 对你付出的时间 其实你真的要非常感恩 他给你好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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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贵的东西 真的 非常非常贵 因为我们常讲说 钱很重要 但钱其实是可以赚不完的 你只赚不到钱而已 但钱赚不完 但是时间越用越少 所以现在大家 你用了你的生命跟时间 在听我们节目 我知道有人是调两倍数 在听 有人说 我们讲的内容太丰富 他要放0.75 他才能够洗手 没关系 但是我们都感恩大家 生命时间的交汇 可是希望对大家有用 那就要问好个更仔细一点 那注意力 你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可以可以 我先这个 再跟大家分享 就像刚才这个 邓医师说的 所以其实当别人 把时间花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真的要感恩 这就是为什么 我常讲说 有的时候像别人借钱 别人借你钱 你要感恩 但是别人基本上说 兄弟咱们出去喝两杯 这个兄弟 基本上你要感恩他 感恩他 虽然他等一下说 他口袋里面前 请你付一下这一框 但是你还是要感恩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本质的问题 他觉得基本上 占这个便宜 说让你请他喝酒吃饭 但书没有感受到 他最贵是时间之银 花在你身上 你如果想要请人家吃饭 人家不来 你就会觉得很悲凉 你知道吗 任何人他愿意来 你请吃饭 你就觉得自己 拥有很大的资本 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真的 所以我小时候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副董事长 他跟我讲说 他请客是人生最重要 而且最有价值投资 那时候没钱 我搞不清楚 开玩笑 你花我钱叫我请吃饭 请这么一大堆 后来等你年纪渐长了之后 你就有感受到了 真的很感受 我今天要过去 我要去吃这顿饭 首先你要有时间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基本逻辑 就像我今天要来录 星星人之 别人常常说 好哥你基本上怎么有空 你不是很忙 我说很闲 我应该病病狗 他说怎么会应该病病狗 我说我要是不应该病病狗 为什么你叫我来 我就有时间来 对不对 好哥就是这么客气 其实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主动跟被动的关系 像以前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是被动塞很多事情 所以你看起来很忙 可是回过头来 当我主动塞很多事情 虽然有很多事情 但是这是我主动放进去 什么叫做主动 就是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才可以把我的注意力 放在我想要房的地方上面 所以看起来都有很多事情 但是本质不一样 这个是人生不一样的财富 所以我说像刚才注意力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认真思考一下 就发觉它有非常大的价值 就是当你赚到钱之后 不要把钱当成目的 钱是工具 它真正的关键是拿来交换东西的 那有很多人问好哥交换什么 我说最有价值的交换 就是交换时间 这就是回到我们常讲 财务上面的四个字叫被动收入 就是人没在那里 钱还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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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你就可以有时间 去享受你的生活 如果说被动收入 大家还觉得不够形象的话 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要赚的是税后收入 不是缴税的税 是睡觉之后 还有收入可以进来 打个比方说 就像我们今天讲富小孩跟穷小孩 它某种程度上面 就算我睡觉了 在全世界各地 只要有人买书 不管是纸本的书 或者是电子书 它就是一个税后收入 或被动收入 对不对 但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钱 去赚了所谓被动收入之后 你就开始去赚到你的时间了 甚至包含投资也是一样 赚到时间了 赚到时间干嘛呢 我说很多人说 赚到时间干嘛 我说赚到时间 你想干嘛去干嘛 什么意思 你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常常讲说 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要去跑步 我想要陪小孩 我想要去念书 我想要去考个NBA 然后说你去 后面接的都是一句话 可是我现在没时间 其实大家去看看自己口头禅 当你常讲你自己很忙 没有时间的时候 重新回溯一下 你到底把时间放在什么地方 你为什么没有时间 是因为你基本上还在赚钱的道路上面 把钱当成是非常重要的目标 还是你没有把钱变成一个可以来交换时间的工具 这是第一步要去思考的 我在这边稍微缓一下 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所以赚了钱是为了赚时间 然后赚了时间之后 你才可以把你的时间去做主动的分配 放在你注意力想要放的地方 所以那个注意力是指 可以去投注在自己觉得想投注的事情上 所以这注意力指的是我可以去注意我在意的事情 主动 主动的 主动选择去分配自己时间才是注意力 因为如果有了大把的时间 不会投注这个主动 他还是没办法被实现 没办法被使用 然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要问一个问题好了 事情是这样的 不久前 就是好 我在像你刚刚讲的 我们希望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像我们到处去讲课 你看阿辉今天在台中 我就不在高雄 我在高雄我就不在嘉义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用肉身去讲课 就时间很有限 那大家就会想到 例如写书 或者是把它录下来做成是可以重复观看的东西 然后我最近也在录制 就是像是演讲或是课程 结果我就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制作课程 说你可不可以对大家讲一讲 如果有人他就是觉得自己生活被经济压垮 因为我们课讲的其实是一种心灵 怎么样找到自由 或者说有点像是找到自己的空间 他就说有些人他不是由得自己 他要付家里的贷款 付孩子的学费 可能他要支撑某一些没有谋生能力的家人 那像这样子的人他觉得他没有时间 他并不是像有一些人只是执着于赚更多的钱 或工作上面的名利 好像说这样子来听我们讲这些事情 很容易转开转念放下 只是把工作换成是享受生活 然后这个常常会被人家讲说 这个好像讲得容易 可是有一些人 他就他们问我这个问题 我今天问完你再去录那一集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他说有些人是身不由己 他可能听了好哥的课 然后财商情商什么 他知道要把时间拿来 把时间拿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他不是要增加一个家的财富数字 他是已经有付的在那里要还 一个大洞在那里一直要停在那里 然后有人在背后嗷嗷待补 对于这样子的朋友 我们可以怎么样 一样运用你的这个哲学 然后他们不会觉得说 这都是你们不愁吃穿的人在想的事情 对很重要啊 因为像这个东西的话 常常被人家讲说 看你这边穿西装打领带的 你就搞不清楚那个穿布鞋 或者没有穿鞋的这种痛苦 对不对 但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面 好哥是同意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去看一下贫穷的本质这本书 贫穷的本质 就是当你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 它本身资源是非常匮乏的时候 你要脱离贫穷 这件事情是非常辛苦的 就是物质上面 就是我们不能说 拿我们基本上物质很丰沛的人 去思考说 别人一定能够脱离这种情况 不一定 比如说像以前我们看到这些 比较第三世纪的国家 他整个环境就这样 你说他出国哪那么容易 搭飞机要花钱 对不对 他就在那个环境里面 要脱离贫穷 他本身就是会很辛苦 这我们要先同意 所以一个基本上是物质上面 要脱贫这件事情 它确实有它限制性存在 我们现在讲 如果说就注意力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的话 时间这件事情的话 你再怎么样 只要你活着的一天 都是属于你的 大家先认识到这件事情 而时间这件事情 就算你再忙的话 我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主动跟被动 会让你对时间的掌控感 会完全不一样 等一下 我把这一句稍微再演绎一下 主动跟被动 会让你对时间的掌握感 完全不一样 对 好 大家说 什么意思啊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今天呢 你说我今天忙得要死 我要躺下来的时候 我要躺下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累 折磨到要死了 所以当你躺下来的时候 你还是觉得自己很累 你是被那个很累的感觉 所折磨才躺下来的 没错 而且我如果躺三小时 我就懊恼说 我被累到 不只是工作了八小时 我还要躺在这里 三小时 这全部都被用掉了 我十一小时都被用掉了 对 所以我这三小时呢 基本上是延续那八小时 所以基本上都是被动的 都是成本 都是成本 那回过头 你好厉害啊 因为我每次谈演讲费 我都是这种事 而且我不喜欢去演的地方 就是这样啊 对 但是你讲成本这件事 就很有感觉了 不是 有时候我报演讲费的时候 对方说 蛤 这时候 我就说 可是这是十小时的工作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你来做四小时的活动 为什么你跟我算十小时 我说对不起 我坐车 去回来两小时 然后是不是要化个妆了 然后是不是回来会累呢 我这张十小时来想啊 我从以前就这样 我是很有财商 对 你太有财商 你学什么 你都已经出塞了 你怎么厉害 我告诉你 怕累的人 就是这样 好哥你刚刚讲的那种 你讲我整个被打到 你知道吗 对 我觉得 我开始感受到那种 因为我的工作 通常我会非常的专注 从以前开始 例如做媒体工作 有时候 一个可能影视的作品 或者是什么的话 它那个密集 一个那种 那种焦虑感 要同时应付 四面八方 所有的事情 你知道那个工作 一天结束之后 回去像你说的 躺在那里 然后你脑子 没办法关机 然后即便自己是心理医生 还要用尽各种冥想 各种方法 才能让自己 回到正常状态 更不要说 你回到正常状态之前 没有心思去 弄小孩 陪小孩 或是陪屋里头的人 讲话 这个成本很高 超高 所以我后来就理解到说 什么叫做 我出现在你面前 一小时 我就报一小时的钱 No 要看地点 要看状况 要看事前事 我都用自己来想 那个时间 你讲的实在太好了 那我现在接下来 要讲这一段 其实是邓医师 来我们好声音 podcast 分享的那一段 来回答你的问题 我们又讲过一段 对 那一段时间 好哥特别 因为邓医师来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问说 邓医师 我们什么样的情况 才要去看心理医师 觉得自己身体 基本上不健康 不好的时候 才去看医师 你跟我说那一段话 我回去把它写在 我感恩日记里面 真的 邓医师说 这一段我想跟大家分享 因为如果有机会 再去听好声音 那一段我做分享的 邓医师说 我已经不记得 我说什么 不记得你说什么 不要紧 因为我基本上 我说这顺便跟大家分享 什么叫做财商 财商在学习过程当中 如果你输出的话 你才会记住 OK 好 所以当别人跟你讲 很多好哥 怎么为什么你会记住 我记不住 我说因为你要把它当回事 别人跟你讲完之后 你要消化完毕之后 输出 就像我记下来之后 邓医师跟我说 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这个注意力 跟时间花的值得 邓医师说 不一定要生病 才去看心理医师 因为去看心理医师 某种程度上面 当你在倾诉的时候 当你在交流的时候 它也是用能量的注入 难不成当你很累的时候 你不需要休息 让自己放空 把能量进来之后 才会有更多的能量 去做其他后面的事情吗 尤其我有很多的客户 这一段你听听看 都是一些艺术家 音乐家 他们常常很忙的时候 就跟我讲说 我这个礼拜 没有办法去看邓医师你了 邓医师就跟他说 所以你要放弃自己 休息跟充电的机会 让你下次的表现 没有办法如你预期吗 我一听完之后 就被打醒了 所以回过头来 什么叫主动跟被动 如果今天你很累的话 你不去做这件事情 你就是被动的被你原来的累给打垮了 但是当你主动的时候 你选择做任何的事情 他都有机会从成本变成收益 因为当你注入能量的时候 那个就是收益 收益这件事情大过成本 你才会有余裕 让你的生命有价值 所以说有一段时间 也不是有一段时间 我每个礼拜都很喜欢听老高跟小默 我跟你讲 已经有太多来宾 在本节目推荐老高与小默 我就是要跟他们联络一下 这样子 变成我们节目在推荐他们了 为什么 因为某种程度上面 这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大家都去看一个节目 或大家都看一个剧的话 在词上面就叫做流行 流行 对 对不对 那好哥自己个人觉得的话 那个叫做共鸣 某种程度在同一个时代的共鸣的话 我们去理解一下 我们就有机会跟别人 又产生同样的连结 所以老高与小默 有一集专门在讲潜意识的 那一集其他内容我不讲了 但是我很喜欢他讲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没有对错 但对我影响很大 他说人生之所以有意义 从来不是你做了多少事情 而是你主动做了多少事情 我一听完之后 我太有感觉了 这很重要 我也很有感觉 他说主动这件事情 代表你掌控生命 好那回过头来 再回到刚才邓医师问我的 那我今天忙得跟鬼的话怎么办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已经没有这个体力了 那你主动的时间不要太长 就留下来坐下来 这五分钟属于我 就像我跟别人讲运动也是一样 运动不要三分 每一个礼拜三次 每一次三十分钟 心跳一百三 你说好哥不是333 国民健康署讲333吗 我说你去网路上面查 从来找不到国民健康署 给你讲这句话 这个东西都市传说 你再讲一次 刚刚那个标准再讲一次 我说运动的话要333 每个礼拜三次 每个礼拜三次 每一次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 心跳要一百三 这样就可以 就说这是个运动的好方法 对不对 我说干嘛要三十分钟呢 三分钟不行吗 不行 三分钟没有运动 我说三分钟就是运动三分钟 如果我们常常要运动三十分钟 你想到三十分钟 你就零分 所以我说有运动都比没有运动来的有运动 很多人听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让大家休息了 有休息比接着听更重要 好哥 我们今天本来是要介绍你的富小孩与穷小孩三 18堂让孩子掌握金钥匙的致富思维课 可是我觉得大家听你的节目 就是每一集都有拿到一些金钥匙 我们来听一下你上次来应我们腰 来谈落魄贵族跟金志雄的时候 那个听众的回馈 好啊 你也很喜欢听众的回馈 超爱听的 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主动 被谁主动的拿去 谁花时间在我们身上 然后我们来听到瑞英 瑞英要跟你说 谢谢你 这一集听完他好好调整生活态度 所以有感恩 就我们就收到了感恩 感恩非常的珍贵 很珍贵 感恩大于注意力 大于时间 大于金钱 再来摇摆猫说 一不小心就订阅了好声音 好开心 然后那个 Sharon说 利用搜寻引擎和关键字 阅读和社会的脉动 都是很实用的自我充实 和跳脱舒适圈的建议 好推荐 那花仙子说 花仙子真的是我要感谢 因为他每一集都会来跟我们说 每集都精彩 你知道吗 每集都精彩 只有六个字 对 可是花仙子你知道 你每天给本节目主持人 跟制作团队多大的能量 真的 好这个 我不知道你每天都打这六个字 而且每一集来打一下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 本节目你真的投资非常多 所以我真的感谢花仙子 然后这个 IBBN说 人生寻寻觅觅觅 终于遇见有人和我想的一样 你遇到知音了 真的好开心 知音也很难寻 难寻 我们其实出来分享 就是希望遇到知音 对 他说钱只是一个工具 不是人生唯一的目的 把经济说的那么 有哲学和启发性好棒 你得到了一个棒 而且这句话 你今天又讲了一次 然后接着我就要引用 他的问题来 让你最后一段讲 就我们这位听友说 那你自己思考这些 你自己有没有收获 你做这些分享 包括说 像我就会想要问你 你富小孩穷小孩 写到三 然后还有我们之后 还会跟大家介绍 赢在逻辑思考力 赢在逻辑思考力 玩一场扩张边界的游戏 大家可以先读 快下一次我们请来谈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读后 深入讨论了 对不对 那写这些东西 或者你自己做这些思维 你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我自己最大的收获 可以分两个地方来看 就是很多东西 坦白讲 如果说你读过之后 你很容易忘 这是我刚才前一段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 就是很多东西 我们不管是资讯也好 读书 听书 看YouTube 甚至帮我跟惠文老师 在聊天 如果我读过之后 我会忘 听过之后我会忘 但是我消化完毕 如果我写下来 我就会重新再记一次 这叫做输入 消化跟输出 输入跟消化跟输出 有另外一个非常 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写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你重新写的时候 再看一次 你会有不一样的获得 这个我也建议 很多的好朋友说 有的时候 你听完好哥的课 或听完我的podcast的时候 试着去说给别人听 如果可以话 说给另外一半听 老公通常说给老婆 听老婆不见得愿意听 没有关系 照你的小孩过来说 你小孩还是不愿意听的话 说给你家的毛小孩听 如果连毛小孩 还不愿意的话 你就对着你枕头说 说一下 你说到这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管道 可以留言去你们节目下面 就是为什么节目下面 要有留言 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可以输出 对 这就是请惠文医师 帮我说出来 请大家可以留言 说给别人听 某种程度上面 就是重新再说给自己 听让自己记住 所以其实我在写书的时候 我自己都感觉到 有四个字 有的时候古老典籍说 是很有道理教学相障 就是当你在教别人的时候 或写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让自己重新再学一次 你对这件事情的记忆 更深刻之外 有的时候不小心 会跑出一些连结 其他东西 况且我们在持续 不断看书的过程里面 你会再把你自己的写东西 再给新的知识做连结 那就连结到我下次要说的这本书 就扩张你的边界了 对不对 你可以先预告一下 扩张边界是什么意思吗 扩张边界 我这样讲好了 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 我们没有办法跟一个人 去谈逻辑的过程里面 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就是如果对方都不懂你说的话 你们两个是没有逻辑的对焦的 对 所以他要懂的话 就是扩张边界了 所以你首先要让他懂 就像我们小时候 没有办法在国小的时候 去读大学的东西 因为边界还不到 所以从不知道到知道 从不理解到理解 就是扩张边界 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好了 还有一点点时间 就打个比方说好了 像我那个时候 小时候有一次 我跟我女儿在打扫整理的时候 她突然拿出个东西 把这什么玩意儿 我一看 Walkman 随身听 他不知道什么话 你知道 Sony 你们家Sony我是爱华的 爱华更好 我是爱华的 这什么玩意儿 我说你等一下 你去拿两个电池 拿一个耳机过来 给爸爸一下 然后我去床底下 从我那个床底下 被这个保鲜膜包起来的 这个盒子里面 一抽抽出一个流行四十五 录音带 卡夹 卡夹 然后我就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把耳机插到我女儿耳朵上面 她一听 哇 有声音出来 你知道吗 爸这怎么声音跑出来的 我说这个 这是 我把它打开来看 我说你看这个黑黑叫磁带 然后这个walkman 他有个磁头 这磁带跟磁头 一摩擦 就声音跑出来了 然后他一盖起来 再听一次之后 说了几句话 跟我听 说哇塞 爸 这真是高科技 我也听完 这快晕倒了 高科技 后来就看起来 什么叫高科技 只能听二十首曲子 你那个手机 全世界音乐都在里面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之后 他就把它边界就打开了 原来这基本上 是传统的音乐播放器 所以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我们开始打开 边界的第一个关键 所我做财商也是一样 如果你不知道podcast 你不会选择podcast 你不知道youtube 你不会选择youtube 你不知道邓医师的话 你不知道心理医师 他除了基本上 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心理的问题之外 他还可以增加我们的能量 而是我当你跟你理解 有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才知道 看心理医师 不是看病才需要看 那个我 我名片下一次要 你增加能量 结果我没有一名片上 是吧 快变仙姑了 可是你看医师 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对选择心理医师 这件事情 跟选择医生这件事情 就不是只有在生病的时候 才选择 对 真正治病呢 最好的是在治胃病 就是还没有生病的时候 去预防中医治疗 如果你不知道预防 他本身一种治疗的话 你一定等到生病的时候 去看医师 所以这某种程度上面 他就是一种很重要的 又回到我们一开始 第二个问题 就是一种选择 其实我今天听你讲的 我很有感触 拜当节目主持人之事 我常常可以有机会 像访问一些 我们认为非常成功的人士 比方说像好哥 不敢不敢 或者是这样什么总裁 什么 那我们每次访谈的时候 其实团队都期待 我想听众可能也期待说 这样的人不是我们一般人 他可能会讲出什么 很独特的 致富之道 经营之道 可是我跟你讲 我每次问完之后 我听到都不是 怎么管员工 怎么抓准 他们讲的都是生活哲学 然后这个态度哲学 就是好哥在讲的这个东西 是你一旦 假设说这也算是扩张边界 就是说 你有了一个新的思维 对我来讲 像心理治疗给的新思维 或扩张的东西是 你重新诠释你的人生 然后你会突然发现 情绪它是被诠释改变的 它就转化了 像你觉得你是一个被抛弃者 跟你觉得你是一个被 spare 就是你是被节省 不用再为这件事烦恼的人 这两个感觉 就像主动跟被动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今天不跟我联络 我觉得我被抛弃 我就整天一直想要跟踪你 一直想要看以前的讯息 你想要以泪洗面 可是有一天它转念成说 我被节省下来 不用再跟着你的人生转 或者说我的注意力要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我不论原因我没有价值判断 但是我不用再把我的时间花在你身上 那个感觉是突然多出了大把的时间 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说 你就会很清楚啦 所以我们其实做的是这种转换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扩张边界 我觉得有了一个新思维之后 你可能本来的脏污 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又会创造出新的东西 这是真的我访问很多 我们觉得好像很羡慕的人 我们真的真心诚意的 请他分享tips的时候 他讲的就是生活哲学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聆听 那今天意犹未尽的地方 当然还是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跟Podcast下面留言 留言之后下一次好哥来谈 您在逻辑思考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把你的问题 一起分享 对一起分享 然后我们就有来交流 这样就是最昂贵的东西 真的最昂贵的东西 好哥今天谢谢你的时间跟注意力 我非常谢谢 基本上希望邓医师是主动邀请我的 不是被动被我卸破 什么哪有 我是一个不可被胁迫的 对这样就对了 所以大家没有被我们胁迫听Podcast Podcast就是一个主动收听 你有按你有下载或什么 然后其实广播也是这样 你转到这个频道才有我们嘛 对不对 所以表示我们听众朋友都是跟我们最棒的交流 真的要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